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是3月7日 明天就是3月8日 3月8日小伙伴们都知道 是叫我们说的三八复理节 关于三八复理节 我就给大家小伙伴们的谱一些冷知识 这个手机上面 搜打 给小伙伴们练一下 其实对于三八复理节来说 主要是以中国俄罗斯意大利等 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会有 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有 因为三八复理节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产物 它是在上世纪的共产主义比较活跃的国家了 都会过三八复理节 3月8日是国际劳动复理节 劳动复理节又称三八复复理节 国际劳动复理节是世界劳动复理争取和平民主 复理解放而斗争的节日 这个事说起来很奇怪 这个节日最早的出现在是我们大洋彼岸的 现在就是经常褒贬不一样 很多时候说的那个它是真正起源于美国 大洋彼岸的美国 美国它是在1909年3月8日 美国伊尼诺斯州芝加哥市的妇女和全国的纺织服装业的工程 举行规模宏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要求增加工资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 说白了就是因为工作和钱惹的火 所以复理了罢工 从而就成为历史上劳动复理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斗争 充分的显示了劳动妇女的力量 当然这个运动得到了全国来自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妇女群众的广泛的同情和响应 最后运动取得了胜利 那就是减少工作时间增加收入 那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战争引以笼罩着世界 帝国主义企图瓜分殖民地 1910年8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第二次妇女联合大会 当时有17个国家代表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反对阔军备战保护世界和平 同时在这个会议上还讨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 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妇女选举的权利 这次呢是首先是由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呀 杰出的共产主义 他主要是三八妇女节 根据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战事呢 克拉拉赛特金倡议 以每年的3月8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日 因为这个节日是经过了斗争而获得的 而得到了与会代表的 尤其是妇女同志们的一致拥护 1911年的3月8日为第一个国际劳动妇女节 而我国呢是在1922年的开始纪念三八节 中国妇女的第一次群众性的纪念三八活动 是1924年在广州举行 后来呢就在新中国成立后呢 就我们就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 为妇女节 这就是那个关于三八的一个指使 但是小伙伴们经常说啊 关于妇女有节日 那么关于咱们的男同胞有没有节日呢 当然那个偷闲偷懒的男人同胞呢 也绝不落后啊 就是搞媒体那一拨人呢 他们就是收到这样一个消息呢 就是那个中国的那个媒体 向联合国啊申请叫做8月3日 呃申请作为男人节 希望得到社会的支持啊 但是那个2015年8月3日呢 东方早报实际杂志集团宣布啊 将在8月3日这一天 给所有的男性员工放假一天 其实不是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的 而且呢男人呢 就说是在这样一个设立的国际妇女节 在就是说男人男人同胞了 要去设立男人节的时候呢 当时呢进行了一个投票的结果 这个结果呢 共有两万三千人进行了投票啊 支持设立男人节 有两千九百人投了反对票 支持呢 支持的票率呢 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八点八 呵呵呵呵呵呵 男人是否该过这个节日呢 男人说实在的 这个国际妇女的那个 国际妇女节的设定呢 其实经过了百年的时间啊 或许呢国际男人节的申办呢 也是可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过程 其实呢 在这儿跟各位小伙伴补充一下 就是说刚才说的八月三日男人节呢 其实呢 还有一个节日呢 是向联合国 关于男人同胞们向联合国呢 申请过的 那就是说三八复理节 男人同胞呢 曾经呢 向联合国国大会啊 提出呢 就是在十一月十九日呢 设定男人节 但是呢 没有被联合国认可 所以呢 这个节日呢 不被人认知 这个节日呢 主要是提醒大家 关注男孩和男人的健康问题 提升性别关系 推广性别平等等等啊 目前呢 全世界有六十多个国家 庆祝国际男人节 例如那个英国 巴西 罗维 美国 马尔塔 等等啊 但是有一个国家 他是基本上是不怎么庆祝三八复理节的 这跟小伙伴们科普一下 这个国家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也是曾经的 号称日不落帝国的 大英帝国 为什么这个国家没有庆祝三八复理节的 因为嘛 因为呢 英国社会呢 是一个妥妥的旅权的社会 就是刚才我说的啊 因为 全国的老大呢 都是女王 所以呢 当地的那个 女性啊 对立 妇女节的态度呢 都格外的嫌弃啊 觉得只有弱势群体 才需要特别的节日 所以呢 英国是不过三八妇女节的 又刻不点小知识是吧 但是呢 就是英国的呢 还是针对妇女的 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啊 就是什么的国际妇女州啊 怎么等等啊 疫情下的女性啊 等等啊 还有那个大英博物馆呢 还为了还专门开辟呢 纪念传奇旅行啊 专门进行的展览 类似的活动呢 是不一列主的 而且呢 关于三八妇女节这块呢 就是说 那个国际劳动妇女节呢 它的那个代表的颜色是什么呢 是紫色绿色和白色 是妇女节的代表颜色 紫色的代表正义与尊严 绿色代表希望 白色代表纯洁 按照咱们这块的规定呢 连满十四岁的女性呢 通通都称为妇女啊 那么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啊 就是我们的女同学呢 她们是否属于 骂入那个三八妇女节的这样一个范畴呢 其实不是 它主要是国际劳动妇女节 就是说在工作当中呢 要求追求工作的一种平等 提高待遇与减少工作时间 这样一个 而学生呢 它是一种学习阶段 他们呢 没有参与到劳动 所以呢 这一块呢 就被不属于是三八妇女节的范围之类啊 那像是什么 现在搞什么 推销啊 促销啊 什么 三八妇女节啦 女神节啦 那都是商家搞的一些噱头 好了 各位小伙伴呢 这期视频呢 就跟小伙伴们分享到这 咱们呢 下个视频再见 拜那个 拜 好 在这儿呢 还没说完 就祝那个 所有的咱们的 妇女同胞们呢 节日 明天的节日快乐 开心每一天 开心美丽 每一天 拜那个 拜 OK OK LET'S GO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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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